大家好,我是大牛 听说我最近又割视频了 我是那种随便就割视频的牛吗? 不是,当然不是了 我最近确实是有一些棘手的事情 不得不处理 所以就到外地办事去了 太忙了,就没来得及更新 真的不是故意的 在外面办事辛苦,就容易睡不好 这个和大家加班、宿岁、失眠 多人运动过度之后的情况是一样的 你只有一个人运动 一个人的话强度就不要那么大 健身也是要适度的 俗话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娱乐 不是,就不会工作 你看外面这艳阳高照 还有一大堆事情要等着处理 怎么能让瞌睡影响了呢 那么就跟大牛一起来一套床上运动 换行一整天的活力吧 本次训练一共是8个动作 我们利用Tabata的训练方式来做 也就是20秒的练习 加上10秒钟的休息 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一个动作,卷腹 你可以把枕头垫在你的腰下 这样卷腹会更加有感觉 第二个动作 仰卧抬腿 双手这样抓在床头 可以更加稳定身体 尽量伸至双腿 感受腹肌的发力 第三个动作 臀桥 很好腰好运动才能更有效 这个相信大家一定深有感受 第四个动作 空中登车 这个动作在柔软的床上做难度更大 我们只需要尽力扭转身体就行了 不一定非得碰到膝盖 第五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 小飞燕 抬起你的上背和腿 感受腰背的发力 想象自己像一只鸽子在天上飞的感觉 第六个动作 第六个动作 俄罗斯转体 尽量稳定身体 要扭转身体 而不只是扭转两只手 第六个动作 第六个动作 登山跑 每次提吸的时候可以稍微扭转你的身体 这样可以更深层的刺激到腹肌 第六个动作 第八个动作 平板支撑 这是最后一个动作了 保持核心稳定 坚持就是胜利 恭喜你完成了所有的动作 现在是不是感觉身体微微发汗 精神也变得饱满了呢 每天五分钟 活力一整天 好了 我要说是出去玩 而不是出去办事了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我是大牛 我们下期见